齐书记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在齐位 就要谋戏政嘛 全都白费了 奈何赵藩方并不认输 甚至还想继续抢占华玉璇 控制这场 本该齐全胜主持 召开的党政工作会议 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的议题是这样 不要说了 今天的议题我知道 同志们 我们的齐书记 终于安全地回来了 这个 我们的会议 还要继续开下去 今天咱们这个党政会议 要研究廉政问题 还是那句话 别试图挑战一把手的权威 这是他们的底线 更是妄图挑战者的生命线 更何况 齐全胜本就带着一肚子气 本就想借着党政 两个班子的成员 全都在场的机会 重新找回存在感 重新树立领导地位 也就是说 赵藩方的拎不清事 再次撞到了枪口上 齐全胜要爆发了 赵藩方同志 你这个会议主持人 能不能先给我个机会啊 让我向在座的同志们 做个坦白交代啊 齐书记 你这是什么意思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最精明的选择就是救破下驴 而不是继续硬刚 一把手已经在争取话语权了 已经摆明了进攻的态势 硬刚不是办法 硬顶没有实力 那就乖乖交出发言的机会 静静等待来自一把手的暴击 我们有的同志啊 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不顾后果 不讲人格 不讲道德 悔恐天下不乱 我去了趟北京 去看了看当年的老领导 这手机才关了三个小时啊 就闹出个齐全胜逃跑之间 谣言是铺天盖地 不得了了 齐全胜逃跑了 跑到国外去了 被抓了 抓到省城去了 自杀了 从欧州大酒店 二十三层楼上跳下来了 不择手段 不分场合 不分对象 不论方式 非要将齐全胜失踪的消息 弄得沸沸扬扬 不顾后果 大肆宣扬堂堂市委书记 失踪的消息 全然不顾这个消息 对静州官场 静州社会层面 乃至对上级领导的严重影响 不讲人格 不讲道理 就是明显的语言攻击 甚至明显带有羞辱的言辞 这就是齐全胜想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静州领导班子 我生气了 想骂就骂 我回来了 我还是老大 在这种攻击性语言的掩护下 齐全胜将私自进京 失踪长达三小时的严重政治事件 轻描淡写地略过 而只强调了赵芬芳 杜撰逃跑事件的严重影响 这就叫避重就轻 这就叫偷换概念 这就叫语言艺术 在江湖斗争中的关键作用 事情交代完了 情况说清楚了 自己的责任和罪过 全都撇清了 剩下的自然就是 再次明确自己的地位 并正式发出对赵芬芳的进攻 强调自己的角色 明确自己的位置 借助省委的绝对震慑力 来重塑自己一把手的位置 和一言堂形象 明确了角色和地位 就等于明确了话语权 明确了话语权 就等于拥有了 发号失灵的资格 有了这个资格 齐全生就可以直接了当了 我有个对省委 对静州八百万人民负责的问题 你们也有个对我负责的问题 再出现这种别有用心的事情 不要怪我不客气 我不管谁支持你 你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 我对省委 对静州八百万百姓负责 自然有省委和八百万百姓监督我 你们对我负责 我自然也有监督你们的权利 既然我有这个权利 那我就不允许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当然 齐全胜的这个要求是有具体所指的 是几乎等于名言的寒沙射影 谁在支持赵芬芳 官省长 谁是赵芬芳的背景 官省长 可谁在支持齐全胜 谁又是齐全胜的背景 曾经担任过省委书记 目前与朝廷任职的真正大佬 陈百川 所以说永远别试图挑战一把手的权飞 他能爬到这个位置肯定有着过人之处 肯定有着你想不到的强大后台之声 如果你的背景更强大 你为什么就不是一把手 如果你的斗争经验更丰富 你为什么就不是一把手 记住 露脸和现眼永远都只是一线之隔 挑战一把手就是现眼的充分条件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赵芬芳坐不住了 好一句好自为之 好一句来自一把手的霸道敲塔 话不说透自己猜 话不说满自己误 猜不出来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猜出来 误不出来 我有很多实际行动能助力你误出来 两位领导之间的火药味如此浓烈 为了领导班子的团结局面 周善本主动站了出来 只是周善本能劝谁呢 对赵芬芳 齐全胜毕竟没有名言 如果劝了赵芬芳就等于明白告诉他 齐书记骂你呢 你可别生气 很明显这样不合适 所以周善本也就只能劝劝齐全胜 齐书记 善本 有事啊 齐书记 还是先把会开完吧 赵市长不是在吗 让他开吧 先把会开完吧 齐书记 你是一把手 大家还是承认你的领导 让赵市长开吧 又等于扔给了大家一道选择题 承认赵市长是一把手 你们继续开会 承认我齐全胜是一把手 跟着我的节奏散会 离开 并主动向我靠拢 齐全胜离开后 赵芬芳开始努力找补自己 被严重损伤的权威和形象 试图挽回与会人员的支持和理解 大家看见了吧 谁也没说 他不是静州市的市委书记 就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 他就应该必须地 对静州市八百万人民负责 在座的各位同志 包括我这个当市长的 你说 不应该为他的个人的 这个安全负责 赵市长 这个会还接着开吗 为什么不接着开 这两套班子的同志都在 我们不该议议吗 我们不该去反思一下吗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这样各自为政 这是不可以的嘛 对不对 开会 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这静州市不是哪个人的领地 这静州市委更不是谁的嘉天侠 这地球离了谁都找出来 对不对 闲话少说 开会 到底是二把手 齐全胜面前赵芬芳不敢造次 但在赵芬芳面前 两个班长的成员却也不敢轻易离开 只是会议虽然仍在继续 但已经失去具体意义 与会人员虽然不敢直接离开 但以周善本为代表的班长成员 却开始了战略性躲避 在这个时候 在这样的会议上 我感觉有点发烧 就是一句明晃晃的借口 你还根本没理由拒绝 翻译一下周善本的这个理由 你自己作吧 我不陪着了 有了周善本的带头 剩下的成员们开始纷纷消防 这一次宣传部的同志 甚至都没等赵芬芳给出回应 就赶紧扯上副手迅速离开 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 绝对权力造就绝对权威 赵芬芳一番勿如虎的操作以后 还是没能动摇齐全胜的稳固权威 得知赵芬芳仍在继续开会 齐全胜没有着急 更没有乱了阵脚 就只是下达了一个指令 为什么重点报道计划生育会 就因为这个会议是齐全胜主持召开 就因为齐全胜拥有这个权力 它能让一个无关紧要的会议 出现在大众面前 而非常关键的党政会议 彻底消失于大众视野 能够继续主持会议算什么本事 能让你主持的会议变得毫无意义 才叫真本事 能让与会人员主动选择站位 想尽各种理由离会 才叫真本事 甚至在上级领导演里 赵芬芳也是完败 连个党政办公会议都开不起来 看来咱们这位赵市长 还缺乏权威性了 什么叫实力 胆敢公然挑衅 就能让你立马失去存在感 这就是实力 什么叫碾牙 机会让给你 全力让给你 我还能将你稳稳拿捏 这就叫碾牙